李自成占领北京 灭亡明朝之后 他的部将刘宗明霸占了明朝山海关总兵 吴三贵的爱妾陈元元 这时的吴三贵重完一怒魏红颜 决心与李自成血战到达 此时此刻 李自成的大顺军 和山海关外的清军八旗 都已经兴夜兼程地向山海关闭进 三股势力将在这里上演 明王近近六十年中的最后一场血战 那么吴三贵究竟如何投降清朝 清军八旗究竟如何静观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绝合会长严中年 为您在线明王清新六十年之 山海关大战 上一集说到 李自成在攻陷北京城之后 崇祯皇帝在眉山自以身亡 存在了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王朝 从此灭火 但是进城后的李自成 却放任他的部下 大肆掠夺和敲诈 京城官民 而且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宇 竟然还霸占了山海关总兵 吴三贵的爱气陈媛媛 这使得本来已经归顺的吴三贵 冲冠一怒魏红颜 立刻反叛 如此突如其来的变功 让李自成意识到问题的影响 他亲自率领大军 赶往山海关镇压吴三贵的上 而此时 山海关外的清军主力 也已经星夜兼诚地向山海关注 小小的山海关 一时之间汇集了当时 全中国最为强大的三支军队 他们之间的一场大战 已经在所留意 但是这又挺成奇怪的感觉 参战的三方都彼此为主 这场战兵究竟怎么打法 父亲吴湘还在李自成手中的吴三贵 究竟为何最终不顾一切的投降清朝 所向披靡的李自成大顺军 与清朝八旗军的这生死一战 究竟又会如何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重年 将与我们一同经历 明王清兴历史上的最后一场传奇之战 并再现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山海关大战 先讲第一个问题 一 三股势力 山海关大战之前 在山海关地区 主要有三股势力 第一股 是吴三贵的关宁军 关 山海关 宁 宁远 吴三贵的关宁军 大约有五万军队 有的书说八万 还有说五万加八万十三万 大概比较可靠数字 五万人左右 但是注意啊 吴三贵这五万军队 是关宁铁骑 英勇善战 因为他继承了 孙成宗 袁冲焕 祖大寿这么个系统下来的 第二股势力 李自成的农民军 李自成率了军队从北京出发 主要对象就是山海关的吴三贵 要么你投降 要么就消灭你 李自成去世两手 带了多少军队去了呢 一种说法是八万人 号称十万 也号称二十万 还有一种说法 李自成那军队六万人 号称十万 又号称二十万 李自成这时候 已经把北京攻占了 他自己亲自在五英殿办公了 占了北京 就意味着明王朝在覆灭 李自成这个时候是 应当说士气高昂啊 我就打那个吴三贵嘛 你不就是六万军队吗 山海关一礼的 都是我李自成的天下啊 打你吴三贵 夫人 对 梦 妈 块 有 秉 我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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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